为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香港特区政府将于9月1日正式展开普及社区检测计划 8月30日上午 记者探访位于香港中山纪念公园体育馆的火眼实验室时看到 一切准备就绪 已开启二级防护 进出的工作人员穿戴全套塑胶防护衣 戴鞋套 两部电梯分别贴上物料和样本字样 以迎接即将更严格的操作标准 我们在下面的话是人 样本和物品是分开进行流动的 所有人员都走楼梯上来 然后样本是坐电梯上来 货物也是坐另外一部单独的电梯 运送到我们这个火眼的现场 华生诊断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东向记者透露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共派出约600人的内地核酸检测支援队来港 目前超过200名支援队队员已抵达 华生诊断中心方面有200多名技术人员 两方将一起参与此次香港社区普及检测工作 前期的话 华生公司都负责这个选使的建设和设计 然后呢 我们也为国家支援队的到来之前合法工作 提供一些证件的办理 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协助 张东说应特区政府要求 试次检测将采取三魂一的方式 保守估计日检测量至少突破30万 对于坊间关注的检测可能涉及样本DNA的隐私问题 张东予以纠正 首先呢 我觉得大家是完全没必要担心的 我们提取的目标是RNA并不是DNA 我们在提取DNA后的样本进行检测之后呢 会进行销毁 阴性样本进行销毁 然后呢 阳生样本会送到政府指定的部门进行确认的检测 我身后看到一排高压没准过 就是检测量品检测结果后 如果是阴性样本的话 我们会在高压没准过在121度 没准30分钟 华生诊断中心早前也参与了特区政府筹办的 特定工作群组的检测工作 对于此次香港大规模的检测 张东表示大家有信心接受更大挑战 大家还是比较紧张 因为过去我们从来在香港没有执行过这么大通量的检测 对吧 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 那个香港政府呢 能够给我们送以足够的样本来挑战我们的检测通量的极限 对也能够希望能够 以此能够为香港的普及计划能贡献一份的力量 也为香港市民的健康呢 也贡献一份的力量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